使用管理以及確保他的通行 那如果有任何的外力 以暴力的形態 比如說圍禮 比如說警察 他们不让居民 以及居民的朋友 违反居民的意愿 来使得那些土地建物可以通行的话 那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违反强制罪 那违反强制罪的 可能会是机关 可能会是法人 可能会是个人 其实都是可以进行提高的 而且呢 这个东西呢 是一罪一罚 所以他每一次的行为呢 就是一罪 每一次的行为就是一罪 然后呢 就是累积起来 对他们进行处罚 今天他们进行这个违法 的这样子的一个封锁呢 我们是绝对会采取法律输送 到底的 这个政府口口声声说 一切都是合法的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这一面墙就是最好的例子 没有什么是合法的 这个政府爱怎么样 就做什么事情 我们再回到 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边守卫 在上个月 他们强拆掉不同一户张家 张家呢 没有住在那个地方 同时他们拆掉那个古井 接下来 明天早上六点 他们要拆掉黄春香他家 大后天 要拆掉 我家以及我家旁边的一些老百姓 那这个拆迁 他不是只是拆迁地上务 他要拆的是四个家庭 即将被拆掉的黄家 里面 99岁的阿嬷就在这个地方 阿嬷 是不时都需要一个氧气 去进行维生的 其实之前我有跟春香讨论 就说 我们真的要让老人来承受这件事情 但是春香坚持 事实上是他妈妈坚持 他妈妈说他要来守卫他的家庭 那其实警察也非常非常清楚地知道 这个强拆 绝绝对对 这个政府完全知道 这个强拆绝对 不是只是拆掉地上务而已 在一个老人家 那么老的年纪 被断水断电 被破迁 会有什么悲剧 大家都想得到 但是他们就告诉春香 说没有问题 我们会派救护车来这个地方 你们人在里面 没有问题 我们就把你们拖出来 然后我们就拆房子 大家回想一下 四年前 四年前的七月十八号 才拆大谱 大谱那时候是怎么拆的呢 还是必须 刘正宏还是顾虑说 要有天势良机 然后呢 等人不在 才去进行强拆 但是现在 在民进党执政之下 在南典发生了这个拆迁 都不用天势良机了 因为客谁 有人就直接拆 拖出来就直接拆 你可以看到他们 那连刑法三百零四条 强制对于他们都敢 违反 那这个拆迁呢 其实更是不合理的 大谱被拆的时候 他的都市计划案 已经定业了 他的征收案呢 败诉又胜诉又败诉 在那个过程里面 那现在 针对春香的这个房子 以及南典的这个房子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只有经过一审的都市计划败诉 那我想 我的谈话就是先到这个地方 我现在接下来呢 我把麦克风交给春香 那春香你来发表一下意见 我把麦克风交给春香 喂喂喂 我是黄春香 我妈妈现在也也跟你说 你自己的庭可以去 你自己的家 九十九岁 这样给它烦恼到准夕 每次回去的时候 出一两次要让你去 你教练就好了 你的孩子 请說 先练就好了 献大家 我好 你们 既然 我妈妈 打死了 我 就跳動人就跳動人了 我媽媽還是監處說自己的東西就是自己的東西 要蓋住要蓋住自己的帝 老人家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教育我 說別人的東西不可以給我拿 別人的東西不可以給我唱 我也是監處這個 你今天政府莫名其妙 你自己的帝不行 要來唱人的帝是不是 要有一個合理合法的 那個手法怎麼會不會 他們都是說我這裡可以多少錢 你多少錢 我就是儲物要給你拿 也沒有跟我說要怎麼處理 昨天林瑞玲前幾天來查菇 說我都沒有給他查菇 就進來查菇 今天早上就拿那個菇價單給我 早上9點喔 叫我12點就要給他回消息 我跟他講說 然後我媽媽在這邊 我沒有辦法專心 那個看那什麼 叫他給我一個時間 結果12點來 12點來 我一直跟他拜託 說媽媽在這裡 我坐這三個大家都已經家 我今天就不要忙 你7天時間給我喔 7天7天 那個你小姐很好心喔 然後再跟他說好 已經好了 結果那個區長說 他要回去開火 結果開火之後說不行 說他要替我正處 正處到下午10點 叫我10點就要做決定 我跟他講說我們等一下 齁 要跟會長見面上午也不 你時間給我 我跟他討論上午也不 這樣一下 現在也不要 我媽媽真的很生氣 聽著說我家要用聽的時候 就 就 就 我不知道 這個社會是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只不過一個小老百姓 怎麼過日子啊 為什麼都不跟我講道理呢 他們的道理就是道理 我的道理就是都不是道理 聽你們的 你們的廟 你們廟 聽到嗎 你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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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們看 看可以不要聽嗎 你們大家平民禮啦 他說 早上九點 拿那個估價單給我 叫我今天早上 這個要做這個地方 我裡面的內容 什麼都還 都沒有看喔 都不知道喔 有大約跟我解釋 可是 我全家就是 人來的時候 我哪有心情人去看這個 我說 你七天的時間 給我好好的看一下 好好的看一下 我有誠意跟你談 結果 現在都在裡面 那怎麼辦啊 我現在也不知道 要怎麼辦 有這麼阿爸的人嗎 真的阿爸到我 我真的不知道 跟他講道理呢 我說 你好好的跟我講 我有心跟你談跟你談 結果 叫我晚上十點 就得得愛做決定 阿晚上十點 結果 擺這個大鎮帳 我說那個警察 都加班 在這邊 伺候我 都在伺候我 啊 這少人 大家來看 這是少人 都不能出去 我才會再去 叫你記名字 都不能 那現在幾點嘛 我家在這裡 那些什麼 你回收啦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還是那個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是西洋 幾點 哪有 十二點嘛 那是不是 公告說 八點比較有 是不是這樣 大家 我都有跟你們看過 那個我臉書上 也都 我跟我說 十二點 我們幾點在這邊 那個 台客會上網 沒有 我是跟林小姐說 我有誠意跟你 那我跟會長討論什麼有的 沒有的 10點 10點現在還沒有到 就把那個 你們都隔離掉了 不讓你們進來跟我討論 這是什麼 這到底是要做什麼 這樣是代表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代表是什麼 我覺得 這到底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一個小老百姓 今天因為這個家 就要被毀了 我心在淌血 想給我一點時間思考一下 這樣可以 我到底 做錯了什麼 到底做錯了什麼 你看台中的朋友位置上 大老也來這邊找我 位置怎麼辦 想跟你談天聊聊天都不行 對啊 不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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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在這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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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換信心 對對對 這是民主社會嗎?這是什麼世界啊? 用這個這樣會拚、拚、拚拚 拜託他叫我說得利 那林小姐說好 回去開會說喪起不准 不然叫人來幹什麼? 叫人來在溝通是不在我溝通說有什麼問題有什麼 你不能決定 你不能決定回去跟喪起討論嘛對不對? 啊你不能決定你叫喪起來跟喪起討論可以嗎? 啊也不要 我說大家都不能做過程 他叫防衛者來跟喪起討論 我也很久不見了我們在市場 結果他也是在作為作婦叫我們就放下放下 我媽媽只知道說明天要拆的時候 練五天的 這個政府是怎樣的 那地整片的你又是怎樣要聽我們的詞 只要一直練這樣而已 每天就一直練這個一直練這個 我也不知道怎麼安慰他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辦呢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辦呢 啊中午有朋友來的時候都給他推回去啊 而且啊中午啊那個後面那個鐵道啊 還用那個高槍這樣圍起來 我們家庭說這樣可以看到鐵道啊 現在整個都高槍圍起來 啊再架了多多四支的監視器 這邊裡有一支那邊裡有兩支 都針對我們家的牆壁 啊結果我問他是誰裝的 沒有人要承認 他說警察說不是他 警察警察說不是他 我不是要讓那個監視器 我們老盡都要那四支監視器 在看嗎 那不然氣笑也會被他氣笑 是怎麼我們叫政府說得力 他都不會叫咱人說得力 我覺得很奇怪的事 那就他們說了就算 啊他們的得力都得力 我們的得力都都... 都...都...都...都外力 早上拿膽子給我,叫我晚上要做決定給他,要不然明天就整個家都給我垮掉了 有人這樣嗎?查故意有人這樣嗎? 我還跟他講說,這個是怎麼查怎麼弄的 他說還會去,聽你說還要承報那個市政府同意 他都還沒有承報器了,叫我十點就要做決定 不好意思那個什麼,因為今天南鐵東儀有沒有,今天是環村翔小姐的家要被拆 然後其實那個陳志曉大哥剛才雖然來一下,那他也是要回去趕快打包一些那個什麼 打包一些家裡的比較重要的東西嘛,因為他的家大概也是後天會被拆 那... 今天他,他不是回去打包喔,他是去辦事情喔 你不要亂講喔,你講這樣子很過分喔 好,不好意思,我道歉... 沒有,對不起我道歉,這個就是我的失誤 然後那我跟陳志曉老師道歉啦,因為我不太清楚,他可能是很忙 然後那...其實我也不曉得,就是說今天來的那個什麼 就是志曉老師叫我hold一下場子,可是今天來的人有沒有就是 還是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好了,就是說今天來的可能有那個反... 從那個...從後...那個... 十剛反徵收 對,不是,十剛反徵收那個製救會的李慧池 然後他...還有那個博一甲反徵收聯誼會的那個陳志明先生 然後...看起來...其實...其實就是介紹...我們能介紹的人也不多啦,因為... 我也...我也不曉得怎樣講,像我自己本身是...從...從竹南來的... 就以前我們也是捍衛苗栗清典聯盟的嘛,然後也是在協助大埔事件黨差的人 然後...所以說...就是說...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然後... 以前...以前我們在大埔黨差的時候是人山人海啦,那... 來...回到南鐵黨差的時候,然後現在...來的人其實就是... 聊聊無幾 我覺得... 我覺得我也不曉得說,在這個時刻...要怎麼樣... 喚起說其他人...其他人對...這個地方的關係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民主即便是...無論是在國民黨時代...或是民進黨時代... 始終...始終還是多數霸凌少數的... 的...這樣的狀況...就是...人家覺得說... 為了多數人的發展,少數人的犧牲是...絕對必要的... 那...你就...乖乖的犧牲,讓我們徵收...然後讓我們發展...可是... 我不曉得該怎麼講...就是說... 就是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如假設徵收完了,把這邊的房子推掉了... 他也是把地賣給財團啊... 他就是把地賣給財團啊... 他就是把地賣給財團啊... 他永遠就是會把地賣給財團啊... 賣給財團叫做公共利益嘛... 大埔的那時候也是這樣啊... 大埔那時候也是說... 我們要開發工業區... 到最後土地一樣是賣給建商...賣給財團啊... 那...大埔是這樣...南鐵也是這樣... 那...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可能... 可能那個反對國民黨的人多... 年輕人多...大家都願意... 比較願意站出來...然後等到... 等到那個什麼...等到... 等到... 民進黨全面執政的時候... 有些人進去當官了... 然後有...大部分的人回到生活了... 那我們這個社會的理想分子... 現在在哪裡... 對...就是說... 真正願意站出來... 跟他講說...民族不是多出霸凌少數... 每個人的私人產權... 要在最高的保護上的原則... 裡面才可以思作... 那...誰站出來跟... 現在的政府... 去扛... 就...就像現在... 他們把網子圍起來... 那...我們...我們的小老百姓說... 他...可能犯了強制罪... 他不讓我們進去... 那台南...台南市政府一定覺得... 喔...台南市政府... 有的是錢嘛... 我有你們的納稅錢... 那我圍著你們... 你們有種就來告我... 我在用我的納稅錢... 跟你們對告... 怎麼樣輸的還是小老百姓啊... 贏的永遠都是政府... 財團... 假設... 所有的東西... 贏的都是政府財團... 他可以說... 這是公共利益嗎... 好了... 我感慨很多啦... 我也不曉得該講什麼... 就是說... 當年318...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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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爭... 我都在第一現場... 從行政院... 都在第一現場... 林非凡... 陳偉廷... 他媽看過了... 不曉得幾次... 陳偉廷就不用說了... 陳偉廷他自己... 自己的人生... 他有自己的人生要過... 可是我們這些... 進入到民進黨當官的這些朋友們... 有沒有站出來... 講一句公道話... 你現在... 現在我看他們的法文... 幾乎都是幫陳菊... 幫民進黨... 講話而已啊... 那這些最弱勢的... 土地被人家要搶走的人... 誰要幫他們發聲... 那我講...講老實話... 我今天在這邊講那麼坦白... 也就是得罪朋友而已啊... 沒有任何效用... 就是得罪朋友而已... 回去...回去... 跟... 林非凡搞不好以後... 就是說... 欸...看... 其中你不要這樣子講啊... 這樣子... 這樣子那個什麼... 這樣我們... 我們社會要怎麼改革啊... 他說我想要... 可能要... 想要做李登輝模式... 在...在政治裡面... 蹲久一點... 取得一定的席位... 才能改變... 可是我必須說... 這...這麼多年... 講說要到政治場域裡面... 去改變現實的人... 他改變了嗎... 沒有改變啊... 還是一樣這麼多的徵收案啊... 各縣市... 各...各個地方... 這麼多徵收案... 陳菊在任的... 齊山大溝底... 我有去... 果菜市場... 我也有去... 碼頭山... 都有去... 好... 我不要那麼激動啦... 那我還是讓... 來聲援的朋友... 就是講一講... 自己心裡面的話... 那我們請... 那個... 反時鋼徵收的... 李慧慈來跟大家講喔... 呃... 各位... 呃... 媒體記者大家好... 呃... 我們從台中上來聲援... 那真的很可... 真的很遺憾喔... 呃... 我們... 面臨的這個... 呃... 在台灣... 我們一直以為... 台灣是一個... 自由... 民主... 有人權的一個國度... 可是... 當我家被... 呃... 面臨徵收的時候... 我覺得... 我完全... 完全... 完全... 對... 對這個台灣完全的... 希望我完全是毀滅了... 我覺得... 不管是藍或是綠... 德性都一樣... 都是站在財團... 站在黑道... 我們台中... 也是發生這種狀況... 我覺得這是一個陰謀... 這個陰謀是... 藍綠的結合... 來打擊我們的... 台灣土地正義行動聯盟... 二十號... 明明幼兒園... 黨拆日就到期了... 我們的台中市政府... 盧秀燕... 他請定假... 他... 非常漂亮的... 躲避了我們... 在台中市政府... 夜宿... 我們夜宿的第八天... 他就馬上請定假... 十天... 我相信... 今天二十號... 是... 黎明幼兒園最後的... 緩差日期... 過了今天... 黎明幼兒園... 跟... 孫香姐... 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 二十號... 黎明幼兒園... 是最後一天... 明天... 是... 黃春香... 大姐... 保護守護房子的最後一天... 二十三號... 就成為... 陳志曉... 要面臨拆除的一天... 我們... 我們... 小小的老百姓... 只要... 安居樂業而已... 我們沒有... 太大的... 色旺跟苛求... 苛求... 但是... 在台灣... 我覺得... 是沒有辦法... 可以達到的... 在國民黨的時候... 我已經面臨的就是... 徵收... 可是到了民進黨... 一樣是徵收... 我覺得更可怕的是... 台南... 台南跟高雄... 徵收也是... 也是一直不斷的... 所以... 我呼籲大家... 今天是我們家... 明天就會是你們家... 因為... 政府就是站在財團的... 一方... 站在... 有... 既得利益的一方... 我們永遠... 都不會有自己... 永遠... 都不會... 有真正的人權... 跟民主... 姐姐妳還要想什麼... 妳還要想要講什麼... 她茶菇... 她茶菇... 茶菇的那個... 已經給妳了... 早上... 交點給我... 她叫我晚上... 我們等一下... 做結定... 要不然明天就... 別的而已啊... 就這樣... 有... 有這種事嗎... 誰發的吻... 不是發吻啦... 就是拿那個... 茶菇的單子... 民信... 也是那個... 台灣... 台南的那個... 鐵工局嗎... 對啊... 現在... 那個... 區長跟... 跟那個... 鐵工局下面等我... 在哪裡等妳... 在那邊... 因為妳們進來... 我才能... 我就過啦... 要不然我就... 在車那上面... 我說... 我們跟那個... 會長喔... 要... 要開補會... 討論一下... 他說... 那個林小指算是不錯啦... 他說晚上十點... 結果現在就一直跟我講說... 怎麼樣... 怎麼樣... 那一天... 中午... 我跟他講說... 妳七天給我... 考慮一下... 讓我們討論一下稍微... 那個林小指說好... 結果那個... 區長就說... 他要回去... 討論啦... 欸... 什麼討論啦... 還是... 開會啦... 開會... 差不多... 十幾分鐘... 應該是打電話吧... 回來說不行... 就是今天要給他做決定... 我說... 妳今天... 早上... 九點... 剛拿那個單子給我... 我媽媽在這邊... 每... 跟我講說... 我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我要以... 老媽為主啊... 我老婆一個娘... 我哪有可能... 沒有啦... 我哪有可能... 說... 這床... 這樣... 老婆一個彈的... 我說... 妳去天給我... 給我那個... 慢慢... 慢慢仔細的看... 因為... 很... 很大堂嘛... 結果... 結果... 現在說... 10點以前才做決定,他們一二月的主席都出來了 所以要人家的房子今天插孤叫你10點馬上決定 叫你滾蛋的意思,這就是你們台南市政府 對,台南市政府,他們說他們不能決定 我說你不能決定,你叫他可以決定的來 我也是做過老闆啊,我拜託他去做事 結果人現場說,人有三問題有三問題 他就跟我老闆說,叫我親身去協調飯 我也是親身去,是不是這樣 你今天,你可以做決定的來 你不要叫他做那個決定的來 我不能對你怎麼樣,我又看你很可憐 我又不能達到我們協調的目的,是不是這樣 我就拜託他們,回去叫他可以做決定的來 來跟我說,我是一個小小的要求 小姐,那個,所以那個黃媽媽是堅持要守護你的家對不對 所以你是要守護你的家,媽媽也是 所以你們不是向外面傳的說是你們是丁子戶 你們要的是,你們要的是 丁主婦啊,我只是不同意丁子戶 他們用這種下灘案的那個,那個奧婆在對付我 你今天那個,你一直說我不要查過 那個以前我們就有無堅持嘛,對不對 我們就是反東營,就好好的 那現在法院都還在審理的 你今天要槍斃喔,要判我死刑 你也有一個死刑令啊,是不是這樣 你今天這樣判我死罪是不是,要有理由要有 你今天這個死刑令都還沒有出來 憑什麼,那個,把我刀下去 你來台南市監獄就是他阿拔 對啊 啊,有一個人說,沒有人想像自己 我最討厭就是這樣啦 你今天喔,講得這樣,這樣做得到的 結果自己做得到的 他比人家更厚薄,就這樣 所以我說,我那天也是這樣來 我不是說那個蔡英文,我眼看不起他 他比我更厚薄,我比他更厚薄啦 他用這個做縱容,這個地方所長在對付 用那個下山暗在對付我們這些市民 尤其是像我剛才那天這樣 我們在那裡靠的時候,到那裡的新聞 說什麼叫人家才放下 我們在那裡靠的時候,叫人家才放下 還在他的山口撒鹽,對吧 我們這樣不需要讓人家要求得到這樣 我現在沒有說,我這天的花心 我看一看一看 我媽媽一直說,我家也把他搞下去 也把他搞下去 把他搞下去 把他搞下去,我們要搞下去 我們要搞下去 我們要搞下去 欸,拜託,我媽媽是百歲了 為了這樣就說,對對我這樣 這樣噴破這樣 我是很不好的 唉唷,我這樣一支穿的 說你十秒就要動去,十秒就要動去 我告訴你,拜託我們待會兒 我請教會長,要開開一下 讓我們好好的討論這樣 你們都不能進來 要不然大家一起進來 跟旗長討論一下啊 對不對 我有沒有講錯話啊 沒有 我現在喔,我們四樓,一支不小心啊 現在買一堂汽油你們房間啦 買一堆泡麵啦 汽油? 對啊,改天買一堂汽油啊 他傳帶給我啊 你說樓上嗎? 對啊 你們可以 你們可以 我帶你們去 我帶你來看 我不是在嘲笑的 真的 在這家裡很有感情耶 後面就是 幾乎再一次家人 太容易了 感覺不夠 不像他 那這樣不對就不對 那你也說喔 你就叫我怎麼說什麼 所以台灣的好朋友們 大家睜眼看看 我們在民進黨執政下 我們那麼多的破千戶 然後都要把人民逼到這個絕境 那 淳香姐剛剛就提了 是那個 他是你的 房客嗎? 對啊,房客啊 房客啊 房客 對對對 就是樓上有你 就是你有租房客 樓下是媽媽住嘛 所以你們感情很好 然後那個房客 就一直住在這裡 他也不想搬 然後在這邊 他也有感情了 就是習慣這個地方了 所以你們之間的情感 應該很好 對啊 就把他當家人啊 也不是說那個啊 就習慣了 就把這樣子 眼親不只敬禮耶 就是家人那種感情了 他就是 不走就不走 然後他準備氣了 然後他準備氣了 對啊 他就說請他開門 他就開門把他拔出去了 為什麼我們在台灣 要被逼成這個絕境 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換回 換回執政者的注意 北中南都這樣 我在這邊呼籲台灣的好朋友們 不要冷眼看我們 今天我們面臨到這種破千的窘境 明天就會是你們 因為財團 只要看中你的土地 他就可以結合政府 去做勾結 不管是重劃 徵收 或都市計畫 都是站在財團的那一方 我們這邊都受害著 我們這邊都受害著 你看這政府有多可惡 動員了那麼多的公權力 就這麼的欺壓 小小 手無寸鐵的小老百姓 我們一路的抗爭抗爭抗爭 我們到總統府陳情 我們到地方去陳情 沒有一個執政官員理會我們 你們繼續的 你們繼續的冷漠我們 你們就繼續吧 官絕對會逼民反的 因為你們的重劃 都根 徵收 是無止盡的 站到我們這邊的人 是會越來越多的 那小姐你現在怎麼辦 我怎麼知道怎麼辦 一個沒有一個 我今天頭都快要爆料了 整個頭都要爆料了 不能進來 我也不要 我準備一些東西要請你們 現在怎麼辦 你看一個危險 這就叫人權 這就叫認人權 自己的家 治理辛辛苦苦 經營的家 就這樣子 使用那麼多的公權力 就是要剝奪一個小小老百姓的家 家是什麼 家是有情感的 有溫暖的 有記憶的 不是用錢可以衡量的 你們這些能寫的官員 到底懂還是不懂 我不知道台灣是用什麼教育去養成你們這些無血無淚的人 根本就是一群 為虎作倉 為虎作倉 為虎作倉的關聯 我的感覺是這樣 即使他們心裡 他們說的還原來很疑惑 可是為了這一點小小的薪水 你拿這些薪水 你養不養孩子 你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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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孩子 我不相信 你今天如果公民政黨 有什麼事情 大家好好說 好好討論 不是啊 都有沒有愛愛愛 你就要聽我 我說的是道理 你們說的是都會 我沒辦法這麼想 我說你七天來 好討論什麼 沒有 今天叫我十點 就要發兆 這個大政黨 十點發兆的可以怎樣 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是不是這樣 他晚上十點就要拆了嗎 不是啊 他就叫我十點做決定 要不要同意給他拆 最後同意了 我們專程從北部下來 聲援你們了 我知道了 我那個 知曉是我的很多年的網友 你們每次去抗爭我都有聲援 你們都知道 我拔菜都在你們身邊 所以他說 七點來去吃晚餐 所以我們 對啊 我準備很多東西 要請你們 沒關係啦 你去把梯子來 我爬一次看看 對啊 我爬進去看看 沒差啊 你自己就是違法嗎 因為我去你家吃飯是 沒有啊 沒有啊 並沒有違法 因為那個 志曉老師已經查過了 那個春香姐 其實她是一半的房子 才被徵收 有還是擁有一半的房子的權利 所以 他們 現在的警方 才是違法 對 那她違法 我們 不需要遵守啊 我們還要進去吃東西 我們餓啦 是啊 沒錯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請警政人員 人員把房子 把他解開好嗎 我們要去春香姐家做客 沒有 僅剩她一半的財產 她要還有擁有一半的財產 我們要去他們府上做客 沒有 那老人來 我是很開心 真的啊 好久沒有看到這個 我們來的三台車 我們來八個 一人的生園 然後幫我趴 趴過去 看看好不好 對啊 那沒有死產 人家的家路圍成這個樣子 對 共產黨都沒有那麼可惡 為什麼要圍起來 共產黨都不敢去 為什麼要圍起來 有人可以解釋嗎 你們這些警察可以出來說明嗎 人在座天在看 你們這些殺人的包凶嗎 家近一百多歲的阿嬤在裡面 你們運氣何人 你們 家裡有沒有老人家 綠色執政是財務保證嗎 綠色執政是殺人保證嗎 綠色執政是殺人保證嗎 崔香姐 擁有一半的 還有一半的 還有一半的 還有一半的家產喔 推開啦 把他推開啦 把他推開 把他炸籃推開 看這個整個是我的 來來來 大家合力把他推開 你們違法危險 你們軟氣人民 台南政府軟氣人民 台南政府軟氣人民 現在還沒執法 我只是來做客 來參加出戰 為什麼不行啊 為什麼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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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對那個工權力 有任何的違法 你們違法 你們還沒拆房子 我來吃個飯不行嗎 他準備東西 黃春香小姐 還有擁有一半的土地所有權 你們違法 台南市政府的警察違法 這個很危險 不然我真的要跑過去 你們是在軟氣人民嗎 這是台灣台南的政府嗎 你們是在不軟氣嗎 大家全台灣的大家的民眾看看 這就是台灣的政府 大家睜眼看一看 這就是台灣的政府 我們把這個訊息傳到國際去 你看我們黃春香小姐 她還有擁有一半的財產喔 你們就這樣子去做軟氣 你們到底是不是人啊 人在做天在看 喂 這人比較小的 我們這裡有樓的樓 我們樓的樓 我們樓的樓 在樓的樓 不要說樓的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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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自由 你叫樓 mug puts up 這麼哪奈良管子 在樓一致樓 我想住樓 也有自由 我要居住樓 沒有人 mechanics 我居住樓的樓 下樓的樓 你 хотел看我的樓 你是不是小樓 你抱著手啊 你先動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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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願意被家拆 人家不願意被家拆 人家不願意被家拆 我都炸了 我都想要去做 我都想要去做 我們不願意被家拆 我們不願意 你願意是你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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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願意向政府群 你是你的事 你家的音樂徵收是你的事 我們必要保護自己的家 他保持你事 我們是要幫人家保住自己的家 他保持你事 你們已經違法了 你們只要打開這個 我們就不會有麥克風的聲音 是你們警局 是你們警察 是你們警察違法 是你們警察違法 這就是台灣 這就是台灣 台灣民主的國家 奇怪 這怎麼會有警察的路啊 警察應該不會違法 他們應該不會這麼垃圾才對啊 怎麼會擋住人民要走的路呢 你講話要付法律責任 你也是要付法律責任 你講話要付法律責任 警察怎麼要這麼垃圾 警察為什麼要霸凌人民 警察為什麼要欺負人民 你已經霸凌我了 從7點已經吵到8點了 警察為什麼要欺負人民 神明會看到你們 警察為什麼要欺負人民 警察為什麼可以欺負人民 警察是人民的保姆 為什麼可以欺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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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自己的家願意被人家裁判 你們自己都不願意 結果你就欺負其他人民 你們叫警察把這解開 我們就不會再吵 那你叫華官來啊 警察為什麼可以欺負人民 警察為什麼可以欺負人民 你欺負到我了 你從7點才到8點你沒完 我欺負到你什麼 我們幫忙捍衛家園不行 我也要捍衛我的家園 那你去捍衛啊 你去捍衛啊 你捍衛啊 我們也有我們吵的自由 那也有隔起來的自由 因為你老名真的 有什麼可搶 我們 我們不想要吵你 我們不想要吵你 讓政府繼續拆你們的家好了啦 全拆了 再繼續拆了 那繼續再拆 現在住的地方再拆 再拆 警察是人民的狂虎 為什麼可以欺負人民 警察是人生欺負人民 警察是垃圾欺負人民 保持理性 保持理性 你又不是警察 警察是垃圾欺負人民 警察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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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為我說的話負責 邀動就告我啊 警察今天就是違法 警察就是垃圾 警察就是垃圾 對 你今天公告都八點要關 公告成立正 公告中午十二點 那天要再拆 單子上面寫八點 單子上面寫八點 這個有交通局的 他們有申請交通局的合作 所以說 對不起 小姐你起來你的公務拿出來 人家都有聽公告 你們要是沒有 看一下外面的公告 好不好 好啦好啦好啦 今天我們家明天就是你家 不要那麼吵 拜託一下大家小聲 謝謝謝謝 這樣違法的事情你們做得出來 警察先生請問一下 是以什麼法律把這條路圍起來的 可不可以請說明一下 記者在問你 請說明一下 為什麼要把這條路圍起來 依法是什麼依據 請跟我們說明一下 謝謝 我們好好討論 我們大家都只是想要來吃狗飯 他們有統一的發言人會發表 不是 你們要圍人家 對請說清楚 你們圍的是中午局 由中午局來做回答 請問哪一個單位 中公處 你們找中公處 他們會統一發言 那請問一下這個案子 不是都市計畫的部分嗎 怎麼跟台鐵有關呢 請問一下這部分怎麼回應 謝謝 我們都不要圍欄彼此 大家都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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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領我們的納稅錢 為什麼要幫助財團炒作土地 讓我們的知識孫孫活不下去 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們這麼多年輕的警察 我們賣的是你們的未來 為什麼要活得這麼沒有顏面 為什麼 你們是警察人民的保母 不是政府的武器工具刀主 殺在人民的身上 為什麼要活得這麼卑微 我相信你們不願意被人家罵垃圾 我相信 可是你們現在的作為 就是在欺負民眾 我知道你們可能有上級的壓力 可是我跟你講 我們辦的真的是你們的未來 這些土地將來都是賣給建商 我告訴你 我們七點要請朋友吃東西 我也不是說三個月 你們八點要圍起來 我們一點點吃東西 他們就倒去了 全軍這樣來 我一大堆東西 要跟他們搭一搭 這裡搭一搭 那你一定要摸到這裡搭一搭 那記者這麼多 全台灣全省大家 你們都很喜歡方法 台南市的警察 一定要這樣丟人丟丟 丟到這個程度嗎 我們都已經起來了 我們到時候 那個什麼 土蒙的理事長會對他們提到 明明就 這個 這個 什麼人家的 八點就八點 好嗎 用他們七點來吃一個飯 我可以跟你們說 土地真從外 我跟過太多了 從來都沒有合理補償人命 從來都是政府把土地拿去賣給財團 賣的都是大家的未來 你覺得政府官員是站在你們那邊嗎 你覺得政府官員是站在你們那邊嗎 我跟你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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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庆討你們講他 他真的不做 後面看起來那個是你們指揮官 聽他的講話辦事情 我都清楚 可是他講話有沒 就要八點低 我十二點再改了 就要把他抖起來 所以啊 這些土地未來都是買給財產啊 也許你們年紀到了 你們沒有小孩 沒有孫女嗎 台灣社會的問題就是 我們一直把土地炒作拿去給建商啊 這就是我們台灣問題的根源啊 無論環境 無論土地徵收 全部都是把我們土地拿去賣給建商 建商賺到錢 有回歸社會嗎 沒有 帶來汙染 這是公告嘛 公告明明寫八點啊 那我們未來的子孫怎麼辦 我相信你們都有小孩啊 負責警方要不要看一下 這是八點啊 公告在這裡啊 你們看一下外面有公告好不好 你們直證是 你們是 這個不是我們的事 我們是負責維安 你們要不要看一下外面的公告 路權幾點開放嗎 路權幾點開放 警察先生 我們人民有路權嗎 路權可以開放嗎 我只負責的東西 看要怎樣 你們有看來我們想要帶一隻多保護車來嗎 對啊 你如果他們那種的什麼 他們那些警察在標 都會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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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那些警察都會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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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警察都會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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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跟你講 我們那邊摔過頭 都已經破產破成這樣子了 你們什麼時候才要醒 草莊的土地絕對不可能 永遠無止境的膨脹下去 到時候摔下來 越弱勢的人民越慘 像這位帥哥的原住民嘛 原住民未來一定是最喘 因為他們都市原住民最多啊 那你的同胞們就是在你們這波操作裡面 被你們葬送了未來嘛 你們也許不知道 但我現在跟你講也許知道 你剛剛講也沒用啊 要警官拿 他們也沒辦法 沒關係啊 每個人起碼可以往上走 我們都開放 百姓有 行走自由的 基本的權利 我們想要走自由的 平然被關在圍籬巴裡面 是啊 等一下 我妹妹 載一車沒走 你看 我們現在是在大陸嗎 我們現在在共產黨執政下嗎 我們現在是這樣嗎 那個 這個帥哥可以證明啦 是不是我們八點 十二點就開始了 我們在八點 台灣捍衛的民主自由 怎麼今天變成這樣呢 一條道路都迫不去 請問我們現在在大陸嗎 那如果是黃媽媽如果有什麼事情可以出來嗎 那如果發生意外的時候可以出來嗎 還是繼續染警 沒關係他全國都會認識他 全國都會認識他的 警察先生謝謝你們也辛苦了 我知道你們有依法行鑑也知道了 這不用了啦要的是長官 長官躲在後面去了 你們好可憐喔 是你們長官在擋子彈子 有他剛剛有人叫他去處理自己 真的啦我 我說真的啦 你拿樓梯來 我爬過去就抓我而已 可是我們大家真的要玩成這樣 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有一向那種錯誤 然後我們的未來也一向很錯誤 第三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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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台灣 我的好朋友們明天會更精彩 明天應該會常猜 而且聽說明天調動了高雄所有的警員都來了 所以大家期待我的直播 這不能期待 這要說什麼 繼續關注我的直播 因為明天會很精彩 明天應該是會很精彩 聽說已經調動了高雄所有的警員 還有我們土蒙的好朋友 快點快點來聲援黃春香大姐 他現在被關在裡面 他犯了什麼犯 他犯了什麼犯 所有的警察有沒有 他有沒有 一直附著這個圍牆 不讓他出來 這就是台灣 完全不在乎 會不會出人命 整天就想著台獨 我的好朋友你們看到了嗎 快點 我們現在黃春香 黃大姐的房子很危急 今天他還有擁有一半的那個土地所有權 所以今天警察已經違法 把這個路給封起來了 然後不讓我們進去 本來我們今天是想說要開會 討論些事情 然後他們 那個 那個 村香姐是 收到的那個公告 是八點才封入 然後警察十二點就封入了 這就是我們台灣法治的國家 然後他們公告可以隨著那個 執政的那個 機關 隨意的更改 要掠奪你的家 給你一個公道時間點 給警察又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時間點 我們的政府怎麼了 我們現在已經是 台灣的執政者已經是 已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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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懷疑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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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蒙的好朋友 然後關心土地議題的好朋友 明天趕快來 明天趕快來 怎麼了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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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欺負人民 發生什麼事 你們這麼多警察去押少數人民 就是在欺負人民 誰進去了 路過都不行 路過也不行 天啊 這是台灣啊 這跟共產國家有什麼兩樣啊 好朋友們 你看到了嗎 你見識到了嗎 明天會更精彩 明天的警力會更多 所以 快點來 快點來支援 我們的同盟的好朋友 全台的好朋友 趕快來支援 快點 多眼啊 都已經圍起來 來幹嘛啊 我被人家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他一個帥哥騎了 玩過車 他說他說 進不去啦 進不去了啦 你看這是 你看我們這是台灣啦 你看我們這是台灣啦 台灣的政府就是這樣啦 這全部的專制 就 就進程車 欸 明天聽說 還有那麼多喔 那麼多警察喔 你怎麼這麼遠啊 你這裡去找就有了 去找陸牆 我也 說就沒帥哥 你怎麼這麼遠啊 你這裡去找就有了 這應該 不要給你 警察到就對了 沒有 沒有 那個帥哥 沒有在我 各位好 沒有我們談的 我們不是要跟警察鬼 但是 台灣的政府 他就是用過 警力來欺壓百姓 好可怕啊 看我們台灣 各位好可怕 看他們台灣 太可怕 太可怕 好像沒有失望 他們要從那邊繞過區 從那邊的門過來 他們不想讓他們從那邊的門過來 這是自民的收益子 要是我可以爬過去就好 對啊 我爬過去垮掉 他就會告我迴索公務啊 就是這麻煩 他們都想要怎麼告我們啊 這些人就是拿著我們的錢 準備要告我們啊 這很白摸 我們會有一個 找來的一些請求的朋友 然後 要晚上 欸 這樣子 有前提文書 沒有啊 沒有跟自己啊 沒有沒有 怎麼了嗎 收音 收音 我要講話嗎 嗨 各位好朋友 現在是土蒙的好朋友嗎 然後那個 呃 就是有注意在那個 土地 土地正義的好朋友們 大家看清楚 今天這個 呃 春香姐 她 其實她是不願意房子被徵收的 那那個 南鐵她現在僅剩要五戶 也不願意被徵收 那 家不能用錢來衡量 家是有情感的 有溫暖的 然後是老人家 而且重點是裡面有老人家 老人家他們的習慣生活就是家 那你這樣子要把她趕出去 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 所以 呃 在這裡呼籲一些 關心台灣土地正義的好朋友們 如果明天有空 趕快來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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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明天的警力聽說會更多 他們把高雄 台南市所有的警力都派來這裡 就是為了掠奪一個弱女子的家 裡面還有上百 呃 已經快百歲的一個阿嬤 我覺得台灣政府是這樣子的欺壓人民 我覺得我們到底現在是在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度嗎 真的 大家趕快的來 來聲援 他們剛剛有人從那邊中間想要過去 所以說不能太胖嘛 我想說底下就可以賺了 那這樣子的 最近應該會到一天 一定會震魔的人 因為我們有告訴大家 我們有告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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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有告訴我們 土地正義的好朋友 如果有空 趕快來聲援 那個黃春香大姐 那黃春香大姐 他們是姐妹跟 他們還有樓上也有主任一個房客 那聽說房客呢 他對他們的感情都很好 那房客他也不願意搬離 在搬離這裡 然後樓上是一個 陳香姐跟他的 八十幾歲的媽媽 就住在樓下 那住在這裡 媽媽對這個家 非常非常的有情感 那他是 因為剛剛那個黃媽媽出來的時候 他還是一直在 一直在講說 他 你願意搬離這裡 對 然後一直在 不能接受 台灣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子 對待他一個老人家 那聽說明天他會 更多的體力來驅離 那他們說 以台南市政府好像說 明天的那個救護車 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他會把 嘗試把這個 生病的老人家 嘗試把他帶走 然後其他人 那就全部 就把他驅離 對 這就是我們的台灣政府 這個歸於另外一邊 那歸於另外一邊 那歸於另外一邊 那歸於另外一邊怎麼會過去 沒有他們 他們從中間那一戶 可是他們也是被擋住 喔 從中間那一戶 對 中間那一戶有一個碰的啦 那些收音都拿過去 只要他們在講 嗯 所以我也很多朋友都一直在 一直在位置看 你幫我 幫你拿什麼 背這個 把它拉起來 拉鍊拉起來 東西才不會掉 就我想要找個地方爬 就我想要找個地方爬 那好啦我拿 我背好了 可以拿 不然你等一下 東西又好 這個太軟了 這個如果是硬的又好 嗯 因為 你沒發現嗎 好像所有人 都強制罪耶 都在草地 都在崇壞人民的土地 害基層 警政員應該很 公務應該很少 他們公務就是 警止對付台灣人民 然後 幫台團跟政策 請問你剛剛是錄影的事情 喔 我們 從外圍看看 是怎麼過去 對 都在排隊 怎麼去 照相對 都在排隊 在排隊 我都在排隊 快到排隊 開機 都在排隊 我都在排隊 contar 咖啡 帶著關心的朋友 看一下這邊地形 現在路橋下整個圍起來是整個過不去 這裡 好像也沒空間 這邊好像沒有路 在這邊這邊這邊 我們可以就回到這裡 我們可回家 還沒空間 開啟了 還有一些 很多人們都沒有保護 560-562,北門要掉 現在是560-562 560-562,北門要掉 現在是560-562,北門要掉 560-562,北門要掉 就成功了 nine x17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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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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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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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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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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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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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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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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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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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